哈囉,歡迎來到WinSucker足球教室 今天足球教室呢,要跟大家來探討 在台灣當中U10、U12 這個育成階段的八人之足球 到底陣型是要打232呢? 還是要打331呢? 哪一個比較適合呢? 相信現在在淘賽賽跟杯賽為主的賽制當中 90%的教練的答案是331 曾經聽過一個非常有名望的教練說過 去一個國家看他們U12的比賽 就可以看見他們國家的未來 所以當一個教練呢 我們一定要了解現代足球 甚至了解未來足球的趨勢 再來檢視我們的訓練跟比賽 看看我們的方式 是不是能夠培養出符合未來足球趨勢的球員 記得2015年去日本觀摩U12全國精英大賽的時候 幾乎每個隊伍都是打232的陣容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因為跟台灣呢正好相反 所以在這個階段到底應該是232比較好呢? 還是331比較好呢?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331在育成階段 對於進攻跟防守方面分別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那在進攻方面 現在足球呢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守門員角色的轉換 那最具代表性的呢 就是德國的守門員諾爾 那他幾乎已經取代了紹保的角色 那他的防守範圍呢 變得更廣 那可想而知的 要做到這種階段呢 對守門員技術的要求呢 是更高的 那當你有一個技術很好 判斷很好的守門員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心的把哨把往上拉 那守門員呢 來承擔這個哨把的角色 那麼呢 你就可以增加前場的參與人數 那這也是現在足球的一個趨勢 所以當你總是把一個哨把放在守門員前面的時候呢 反而限制到了這個守門員的成長跟學習 那在防守方面呢 因為331有一個哨把的角色 所以兩邊後衛的失誤呢 不會很明顯 因為即使失誤了 還有一個哨把可以cover 所以比較 這兩個後衛呢 比較難養成好的觀念 那如果現在是兩個後衛的情況 那他們壓迫跟保護的觀念呢 就要非常好 否則就容易失誤 甚至失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在育成階段的孩子 讓他們從錯誤當中學習 不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嗎 那當然呢 232呢 也有一些缺點 比起331呢 他就比較難做到編路的一些小組配合 或是包操等等 但是站在一個培養未來球員的 這樣子一個立場上呢 232還是比較好的 或許當他們已經了解原則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九人字的比賽 中間再放一隻 也沒有關係 上一壓迫 cover 或是 壓迫 cover 那如果他們還不了解這種 原則的時候呢 太早進入九人字 是沒有用 所以其實呢 問題不在於陣型 陣型本身呢 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在議程階段呢 不要忘記 比起團隊 我們更要培養球員個人的能力 培養一個有技術 有判斷力 符合未來趨勢的球員呢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 好吧 那今天呢 Winsucker 就去教室就到這邊 拜拜